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要财财 财新台为您直播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曾珍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 港股方面横指今早低开0.21% 开盘之后一度冲高至24524点 但盘中腾讯涨幅回落 中移动 利丰 周大福等大跌 横指没能扭跌为生 截至到今天收盘为止 恒生指数涨0.38% 跌93.65点 报24375.24点 国际指数涨0.28% 涨34.2点 报12156.4点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贡股跌1毛5 中国移动跌1块7毛5 建设银行涨1分 工商银行跌1分 中国银行5涨跌 港交所涨5毛 中国人寿涨1毛5 友邦保险跌2毛 腾讯控股跌2块4 金沙中国涨1块 长河跌8毛 新鸿基地产5涨跌 九龙仓5涨跌 中国海外跌5分 华人质地涨1毛5 中海油跌2分 中石油跌6分 中石化5涨跌 昆仑能源涨1毛 中国神华跌1毛 关注完港股方面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内地市场 周五早盘创业板高开高走 涨超过2% 成功站上了2200点 再创历史新高 而盘中券商板块直线拉升 带动护纸走高翻红 再上3600点 临近收盘 护纸再度跳水 午后券商板块集体暴涨 带领大盘走高 护纸拉升涨近1% 再创近7年的新高 而成交量方面 护市成交6518亿 升市成交5136亿 两市共成交11654亿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大关 而券商板块早盘盘中直线拉升2% 临近收盘再度拉升超过1% 午后开盘再度强势拉升 盘中一度涨近9% 盘中回落冲高 而收涨5.76% 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收盘为止 A股的主要情况 上证宗指报3617.32点 上涨35.05点 升城指报12544.45点 上涨115.34点 沪深苍白指数报3892.57点 上涨52.84点 创业板指报2213.77点 上涨29.89点 来关注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 浙江市保折让77% 东北电器折让74% 山东莫隆折让73% 洛阳玻璃股份折让73% 益征化仙股份折让73% 再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 万科企业溢价7% 江苏宁户高速溢价2.5% 安徽海洛水泥溢2.4% 青岛啤酒股份溢价2% 工商银行溢4% 关注完股市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资讯 香港证监会主席唐嘉诚 今天在媒体活动上强调 证监会并不反对港交所展开 第二轮的股权架构改革咨询 不过如果开放同股不同权上市 要考虑好市场需要开放范围以及投资者保障三大原则 他直言对最终与港交所达成共识感的乐观 相信有机会看到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在香港上市 港交所此前完成了关于股权架构改革的首轮资讯 有市场消息指出 证监会或会反对港交所的第二轮资讯 不过证监会主席唐嘉诚今天也强调 证监会原则上不反对港交所进行股权架构的第二轮资讯 但必须清楚解释几个问题 例如股权架构改革是否真正满足市场需求 如何在股权架构改革的同时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以及股权架构改革最终范围如何确定等 证监会认为在股权架构改革上必须有清晰的条例 让香港金融市场维持公平公正的环境 大酒店去年第四季度半岛酒店的入住率下跌 当中以香港的跌幅最多按年跌5个百分点至79% 亚洲及其他地区入住率跌1个百分点至68% 美国及欧洲酒店入住率下跌3个百分点至71% 整体在香港美国及欧洲的平均房租分别升6%至15% 18 期内出租物业中除商场出租率按年下跌1个百分点之外 住宅及办公室均上升 办公室出租率甚至升幅更达到了10% 而整体每平方式每月平均收益也上升 升幅介乎于6%至17% 好了 以上就是油药财财经台为您直播的护港股市总结 谢谢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